全省高中棒球比赛,今天上午8年开中,由台湾省教育厅副总长施金池主持开球以后,随即展开了比赛。 这项比赛是经过初赛选拔,由12个县市代表队参加。 第一场比赛是由台中线的立人队,对南部高中立人队先攻上半局挂名, 一局下半,南投队三棒的拳锁服一支安杂,高雷配合了对方捕手的失误, 又唱记录得到一分,南投队在四局的后半再连连的得分,结构以12A比2大胜中心立人队。